我经常回想起多年前的往事 那时候物质虽然匮乏 但是天是那么蓝 空气是那么清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那么淳朴而又美好 我叫赵春燕 今年56岁 我是1968年出生的 那是一个贫穷的年代 我们家有兄弟姊妹五个 我是大姐 我们的村子 是一个一千多口人的 大村庄 村的里是杂姓庄子 姓赵的占了大多数 还有姓王的 姓李的和姓陈的 主要是这四大姓 我们这里是秋林地区 主要是种植地瓜和花生 种植少量的玉米和小麦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 在生产队里干活 大家就是靠天吃饭 如果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 收少还不错 可是要是遇到干旱 或者红帽灾害的时候 大家就只能干瞪眼 没有一点办法 那时候我们是要放卖架和秋架的 秋千放假的时候 我们就跟着大人去了地里 干不了重活 小孩子就可以跟在大人 后面拦地瓜 大人刨完地瓜 在地瓜沟中间 还会长出一些小地瓜 我们把它叫做非地瓜 小孩就拿着小噶头 使劲地把非地瓜刨出来 可以不交给生产队里 带回家自己煮着吃 秋收结束以后 生产队里的牛屋子里那里 堆着一大堆花生秧 这些花生秧是用来喂牛的 花生秧上面 还有一些别别的小花生 我们可以把小花生 摘下来装在口袋里 拿回家当凝食吃 我们最愁过冬天 每到冬天的时候 身上穿不暖 肚子里也吃不饱 那滋味太难受了 我们穿着单薄的棉衣 去上学 冻得浑身打嘟嗦 坐在教室里 肚子就咕咕叫 那时候天亮以后 就得往学校里跑 上完一节课 再放学回家吃早饭 可是回家吃早饭的时候 有时父母已经扛的耙子 去树林子里 搂树叶了那一年代里 农村的街杆 不够烧火做饭的 大家就搂树叶子当燃料 孤里放了一只 飞漆漆的锅 顶面是能照见人影的西周 我们去咸菜缸里 捞一块咸菜疙瘩 呼啦呼啦地 喝上两大碗西周 再跑着去上学 冬天的晚上 我们没有取暖的炉火 小孩就早早地上床暖火 那时候 家里条件好的 都讲究两铺两盖 就是铺着两床褥子 再盖着两床被子 可是人口多的家庭 哪有那么多被子和褥子可用 刚入冬的时候 生产队里会分点 每家一花篓子卖草 大家用瀑布缝一个大口袋 口袋里面装进卖草铺 在床上 我们这里叫草褥子 冬天的时候 我们睡在草褥子上面 松松软软的 上面盖床薄薄的被子 刚入冬 还能凑合一阵子 来了延冷天的时候 草褥子也不管用了 我有时候实在冻极了 就钻进草褥子下面 相当于盖了两床被子 可是到半夜的时候 还得冻醒 那时候农村做饭 家家户户都在大铁锅旁边 安上一种类似于 古风机的木质的用具 我们方言叫风弦 准确地说应该叫风箱 就是用手拉着风弦的木柄 往灶堂里吹风 让灶火更旺一些 我们家的风弦是族上流传下来的 用枣木做的 特别重 拉一下得费好大力气 拉风险的时候 我得抬起身子 使劲才能拉动 我从小就爱读书 爱学习 我在孤屋里烧火做饭的时候 我就拿着书本边看书边烧火 我还得照看着 在院子里玩的弟弟妹妹 艰苦的生活条件 没有消磨掉我学习的热情 反而更加促进了 我积极向上的尽头 我每个学期都能挣到奖状 有时还能挣两张奖状 因为我在班里 也是一直当学习委员 老师要给班干部发一张 给学习好的同学再发一张 我们家正面的墙上 贴满了我的奖状 我母亲说 这是我们家里最耀眼的地方 我们家里 人间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可是来我们家 创门的邻居进门 就能看到我的奖状 他们就夸张我学习好 我听了 心里就美滋滋的 父母脸上也很有光 1979年的时候 那年我们这里 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干旱 从春天到秋天 只是零零星星下了几个雨点 头一年秋间种下了小麦 拔结抽色的时候 正需要雨水 但是由于天气干旱 麦塞长得像手指都那么大 麦子收进麦场以后 就长下了命令 一粒小麦都不能丢了 大家就像剪金豆子一样 把麦粒颗粒归仓 那年由于雨水太少 地瓜也没有脱秧 到了秋天刨地瓜的时候 整个生产队里减产一多半 到了年底 每家每户只分到了十几斤小麦 几十斤地瓜 可是这点粮食 怎么能够一大家子吃的呢 那时候家家户户人口多 每家每户老的少的 都得五六口人以上 到了年底的时候 多亏了我大姑家帮忙 我大姑家的日子过得 比我们家要强一些 他们村里紧靠一河 土地肥沃 灌溉便利 不像我们村 都是贫瘠的丘陵薄地 大姑父家祖辈都会榨油 大姑父当时在他们村的油房里榨油 他长得五大三粗的 是榨油的好手 大姑父在油房里干活 除了能挣公分 还能分到一些油饼 我们这里用花生榨油的时候 把花生扎挤成一张饼 我们这里叫果子饼 吃起来香喷喷的 大姑家劳力多这么公分多 家里的粮食就能攒下一些 1979年的年景不好 但是大姑家没有挨饿 到了年底 大姑来我们家的时候 看到我们家的粮缸快见底了 他二话不说 回家拿来了一张果子饼 还背来了一口袋面粉 我母亲赶紧用大姑送来的面粉 蒸了一锅馒头 还蒸了团圆饼 大枣花馒头 过年的气氛一下子就有了 到了除夕的时候 我们家包了好几盖钉子水饺 年三十下午吃一顿水饺 到初一的时候 再吃一顿水饺 就算过完年了 到了除夕的下午 吃完水饺以后 我们开始到处里串门 在我们这里 大年三十的晚上 大家相互去家里做作 就算是半年了 我们先去了 和我们住在一条巷子的几个邻居家 每到一个邻居家的时候 他们都拿出山楂和饰饼子 给我们这些小孩吃 在那些年代里 虽然贫穷 但是到赶年级的时候 大家还得买点山楂 买点饰饼 我们这里叫买瓷造果 从邻居家出来 母亲说咱再去前边你 二婶家看看吧 这个二婶和我们不是同一个姓 他们家姓米 虽然大家不是一个姓 可是二婶家和我们家关系一直不错 那年我父亲生病了 给父亲抓草药花光的家里所有的积蓄 根本没钱给父亲买点好吃的东西 父亲的身体虽然非常虚弱 但是他也得天天吃地瓜 喝地瓜粥 父亲吃的胃里一直泛酸水 他只能皱着眉头硬忙下咽 二婶知道了以后 回家就多拿了十个鸡蛋 我们这里把食欲鸡蛋 称为一把子鸡蛋 在那些年代里 鸡蛋非常金贵 大家把鸡蛋拿到集市上去买 卖了钱以后 可以去供销社里换成布票或者扬票 在买家里需要的东西 二婶竟然一下子送给了我们一把子鸡蛋 母亲激动的嘴唇都哆嗦了 他对二婶说 这还了得呀 你给我们送来了一把子鸡蛋 太稀罕了呀 我家养的那几只鸡得了鸡温 一只也没有了 家里一个鸡蛋也没得吃 二婶说 嫂子 你赶紧用这些鸡蛋 给大哥补充营养吧 你看他那个样子 以后怎么下地干活呀 多亏了二婶的这几鸡蛋 母亲每天早晨 给父亲冲一鸡蛋茶 母亲用小盆给父亲冲鸡蛋茶 那样汤多一些 可以让父亲多喝几口鸡蛋汤 父亲不舍得喝光 总得留几口给我们尝尝 父亲对我们说 孩子呀 你们要借助二婶家帮了咱们的大忙 咱们可不能忘了二婶的恩情呢 多亏了二婶家的这些鸡蛋 父亲喝了这些鸡蛋以后 就像九汉的央苗遇到了雨露 身体比以前强多了 不久 父亲就能下地干活了 从那以后 我们和二婶家的关系越走越近 亲如家人 母亲说 要领着我们去二婶家拜年 我们听了很高兴 蹦蹦跳跳地走在前头 二婶家喂了一条大黄狗 我们一进大门口 大黄狗汪汪地叫起来 二婶和二叔都出来了 二婶赶紧喊住大黄狗 把我们晾进屋里 二婶家还没有吃饱满饭 忽然的没有灯下 一家人围坐在地矮的木头桌子前吃饭 我们一看饭桌上 竟然一个饺子都没有 只有一筐子黑色的窝窝头 一看这窝窝头 就是地瓜面做的 母亲一看二婶家的饭桌上 只有一筐子窝窝头 就问 你们家过年 怎么没包饺子吃呀 平时吃窝窝头就罢了 过年咱得吃顿饺子呀 二婶叹口气说 嫂子呀 今年咱这里收成不好 我们家分的那几斤小麦 早就吃光了 快过年了 我就磨了一些地瓜面 蒸的窝窝头 填饱肚子就醒了 什么过年不过年的呀 等以后日子过好了 咱就天天能吃饺子了 二婶家最小的女儿才四五岁 她一听我母亲说 过年的吃饺子 她撅着嘴对二婶说 娘 你看伯母读书 过年的吃饺子 你为什么不包饺子 丢我们吃呀 我要吃饺子 说着 她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二婶窘迫地对女儿说 好孩子 听话呀 以后咱们的日子过好了 娘天天给你们蒸大白馒头 顿顿包饺子给你们吃 说着说着 二婶的眼眶红了 哎 过年连顿饺子也吃不上 二婶的心里不好受啊 我发现母亲的眼睛也湿了 她背过脸去 悄悄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这时 母亲对我们说 你们在二婶家玩着 我先回家一趟 马上回来 母亲匆匆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 母亲回来了 我看到母亲手里跨了一个包袱 一进屋 母亲把包袱放在吃饭桌子上 二婶惊讶地说 嫂子 你怎么跨的包袱来了 母亲打开包袱 笔有一盖顶子水饺 盖顶子下面 还有一盆面粉 一大块果子饼 母亲说 再穷蛋也得让孩子吃顿饺子呀 我们家包的饺子多 本来打算明天大年初一再吃的 我就拿来给孩子们吃吧 二婶家的几个孩子一看 马上欢呼去月起来 说终于有水饺吃了 二婶赶紧把孩子们喝住了 她对母亲说 嫂子 今年说什么不好 家家户户的日子都难熬 你们好不容易包我水饺 我们可不能要啊 母亲说 你放心 我们家还有面粉呢 到明天我再包水饺就行了 前些日子 我大妹给我们背来了一口袋面粉 我打算再拆的地瓜面粗细搭配吃 就得吃些日子了 俗话说 好过的年 难过的春 过年这一天很短暂 可是漫长的春天更难熬啊 我给你们这盆面粉 过完年先对付些日子吧 二婶的眼泪杀杀而下 她握着母亲的手说 嫂子 你帮了我们的大忙啊 孩子们今天早晨就闹着要吃水饺 可是家里一点面粉都没有 怎么包水饺啊 没想到拖你们的福 沾你们的光 我们吃上了过年的饺子 回去的路上 我有些不理解 对母亲说 娘 咱家炼肥也不多 大姑好不容易送来的 你干嘛给二婶家一大盆面粉呢 母亲说 孩子呀 做人要有感恩之心 当年你爹生病的时候 你二婶家给了咱一把子鸡蛋 这件事我天天记着呢 如今 二婶家的日子比咱家还困难 该帮一把就得帮一把 这样我心里才能好受一些 要不我会觉得 一直欠你二婶家的勤奋 我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母亲的话 云里之间有困难时 该帮衬的就得帮衬 八十年代初 我们这里实行了生产责任制 从那以后 大家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姐姐高 吃穿不愁了 二叔和二婶非常勤劳 他们头脑活络 干完地理的活以后 二叔和二婶就赶急贩卖水果和青菜 他们出两个摊 二叔卖青菜 二婶卖水果 他们的日子慢慢抬头了 几年后就成了村里最有钱的人 二叔在村里是头一份买上拖拉机的 他们用拖拉机拉的水果和青菜 到处里赶急 二叔手里有了钱以后 在村里头盖起了五间前出煞的大碗屋 我父亲身体一直不太好 我们就种那几亩地 我们姐弟几个都读书 日子一直比较紧巴 虽然吃喝没问题 可是每道交学费的时候 母亲就愁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那年我上初中的时候 家里实在没有钱交学费了 母亲去了二叔家 想借15块钱 二婶二话不说 从礼物里拿出来40块钱交给了母亲 二婶说 嫂子 你拿着点孩子交学费吧 这些钱不用还 就算是我们帮你的 80年代初 40块钱不是小数目 能买很多东西 拿着二婶家给我们的这40块钱 我再一次体会到了 有个好灵质胜过一切 1985年的时候 我考上了中专 读了师范 毕业以后 我分到了我们乡镇的中心小学 当了一名老师 自从我上班以后 我就承担了弟弟妹妹的读书费用 我们家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 岁月如梭 我的父母都已经是冒蝶老人 二叔二婶也白发苍苍了 我们两家关系一直特别亲近 每到逢烟过节的时候 我只要回娘家 我就去二婶家做作 二婶总是给我准备好回礼 有时是两只收拾好的大公鸡 有时是二婶捞的煎饼 或者是蒸的花枣大馒头 我们和二婶家 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甚至都不是同一个姓氏 但是远亲不如近邻 和睦的邻里关系 就像耀眼的星光 照亮了那些艰苦的日子 也像冬天里的火焰 温暖了人心 如今 我们平静幸福地生活着 我们感恩遇上好时代 老百姓安居乐业 每当回想起当年穷苦的日子 我会更加珍惜 现在的幸福生活